哈喽大家好我是Ciaos 哈喽大家好我是DW答答 今天我们两个会合作性我们在拍一个节目叫做娱乐行者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窗服就是参赞人士的中心 然后他们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给我们 就是我们要在一天里面也没有到一天 也没有到一天几个小时吧 就是今天4点半之前我们要抓到一个任务 就是帮他们找707个人卷款 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挑战的一个任务来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替房跟什么样的机构 然后可以让大家看愿不愿意捐款 对这个是一个紧急事件来的 我给你们大业的很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它是一个产生人士的一个中心 它是有培训班 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很多地方是照顾他们捐款来照顾他们办的 然后他们这里的地方是比较focus在 就是给他们一个工作 智力更生 教他们一些知识 IT 烘焙师 然后还有就是厨师 还有就是 直播 直播也是有 因为有些他们是学习障碍有问题的 所以他们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教他们 就算教到他们不会都好啦 他们都会一直教 10年都是这样教 所以这里也是要花费那些佣费 非常的大 他们一个月开销至少7万 最少最少7万 然后是没有赚钱的 是博给电费水电 然后就是租金 然后他们的赤啊 他们的工钱啊 为什么会给工钱 工钱是那些产生人士来这里学习的东西 他们在外面还是找不到工作 如果有空的位置 他们会留下来给他们在这里做工 对在这里做工 然后这里也是有卖刺那些 所以他们也是在这里做工 对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有意义的机构 因为他们不是真的是收留他们 他们是让他们在生命中找到他们的方向 因为他们是在外面找不到工啊 可能被排挤啊 他们没有方向 活住也没有什么意义 他们可能会这样觉得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地方 对 对因为残障人士他们会被人家看不起 对 可能我们的眼神没有看不起他们 可是我们一定会看过去他那个人 所以他就会很 其实会很辛苦 对 他就会误会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对 然后很多老板是不愿意请残障人士的 为什么呢 他们会觉得他们能力不足 他们会觉得他们上班都有一个问题了 可是其实是没有的 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在加买 他们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有问题的 他们只是残障嘛 而且我看到他们IT剪接时还蛮强的 厉害过我们 对 真的还厉害过我们 啊 为什么会很突然间拍这个影片 其实这个影片在三到五分钟吧 对 我们要快速的给大家知道 这里其实是很需要我们的帮助 因为我们去了很多间老人间 其实你们大家都懂我 一直来一直以来都在做这些慈善的东西 去了很多间 这间是我尤其来看到最最最最最特别的地方 所以很有意义的地方 而且是真的是可以帮到那些残障人士 因为残障人士是一个很自卑的心 他们通常就是留在家里 他们不要出来不要见任何人 他们还会就是鼓励他们 有一些是培训班 线上课程 对线上课程 就是安慰他们 就是讲你们要走出来 我们一起 因为残障人士跟残障人士 在一起的时候 就至少 比如讲我们以前某某某的时候 我们你不红的时候 我们一起被骂 对 好过一个人被骂 一个人被骂是会是会要去自杀的 其实 如果一群个人被骂 至少可以互相安慰 他们会有互拿会 还有一起有正能量的地方 这样他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更多意义的东西 有几个从他们这里出来的 还需要很多的大公司 比如讲三会集团啊这些东西 都是做一些化建筑的 就是是一个蛮高的一个职位来的 所以他们培训出来的人全部 而且我还听过是有国手 前国手 残疾国手 对就是有那个下棋的国手 还有一个是那个 丢那个滚轮 滚轮 那个叫滚轮的一个 滚马来西亚的国手啊 是前国手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里是 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帮助 也值得你们来帮助他们 对 其实他们有三个配套 一个是9块9 一个是49块9 一个是99块 然后这三个配套就是 直接绑定你的卡 debit卡还是credit卡都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会忘记捐款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讲我们 比如讲我们助养一个儿童 我们可能每个月要给他钱 那我们每个月太多东西要 烦了 可能我们没有 会miss掉这个东西 可是你绑定的话 OK 你能力如果去觉得99块 对你来讲是small case 小钱 在你直接绑定99 嗯 如果你还是一个学生 你不是很有钱 你就少喝一杯奶茶 捐一个9块9每个月 对 绑定你的卡就可以了 对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那个discution那边 就是去那个链接 你们也可以去看了去了解先 对 也不用完全听我们的心理 你们也可以马上靠我们的IG story 给我们今天也是会直播 你们可以马上看 因为这是今天就放的东西 对 这个影片是今天放 然后今天4点半我们就截止 对 也不用讲截止 就是你们未来还是可以继续捐 可是我们要 达成这个任务 就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帮助他们 我们来破一个707个人捐99块的 对 好 OK 这样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拜拜